我们面临着疫情时期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我们的研讨会将引进虚拟现实世界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虚拟现实 还有混合现实 很多技术 实现了融复合 相结合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 混合现实 就叫做扩展现实 XR Extended Reality 我们将通过利用扩展 正式开始经营爱多美事业 扩展现实将成为经营爱多美的主要框架 我会给大家播放一个短短的视频 比如说我想购买一个小的厨房用品 那么我们要决定把这个东西放在哪里 如果引进扩展现实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智能手机 可以提前试着摆放 我先让大家看看这个视频后 再给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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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买什么东西提前将手机里的厨具照射在真实的厨房里 购买东西之前就可以想好把东西放哪儿 大家还可以看到我双脚上的鞋也可以随便的更换 我不必亲自去鞋店里试穿或者照照镜子 在模拟现实中就可以试穿 也可以挑选喜欢的鞋子 目前在爱多美的SiloArt 正在准备推出爱多美Fit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当大家用智能手机拍摄自己的身体尺码 在前方侧方后方拍摄的话 公司就可以拿到大家的身体尺码数据 大家可以利用我们提供的技术 用手机拍摄自己的身体 还记得刚才看到的虚拟形象吧 这个虚拟形象就像人体模特 身体是虚拟形象 而头部就是大家自己 大家可以通过技术让虚拟形象试穿衣服 可以试穿不同尺码的衣服 S号 M号 L号等 看看什么尺寸最适合 可以试穿各种尺寸的衣服 也可以试穿不同颜色的多种衣服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迎来了虚拟现实 对我们来说是良机 爱多美提前预测了未来 提前引进了未来所需的技术 我们是该行业的领导者 经营爱多美的大家 将成为站在新时代经营的前沿 名符其实的引领时代的事业者 假如我会帮助每一位经营爱多美的会员 我会紧跟着大家 帮助大家的话 大家会喜欢吗 比如说大家开始经营爱多美了 那么我会陪伴大家 直到每一位成为尊王大师 我会随处陪伴着大家 随时随地帮助大家 我会如果履行这个承诺的话 大家会喜欢吧 而这里所提到的所谓的我 就是在三地虚拟空间中的我 大家可以把我摆在大家的桌子上 也可以放在客厅 还可以与大家搭着肩膀一起拍照 大家可以跟别人说 与董事长见过面 如果大家来提问的话 那我将怎么回答呢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来进行回答 大家的智能手机里 都有我们预测并提前准备好的 顾客会提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将提供什么样的回答 顾客经常提出的问题 最多也就是100个左右吧 即便是1000个以上 我们都可以回答的很好 比如说Hemohim是什么 系统就可以回答说 这个就像是 机场常见的咨询小机器人 当我们提出问题 机器人就会做出回答 如果我们伸手的话怎么样呢 机器人就会跟我们握手 我们的技术也可以做得到 我们在虚拟空间之中 也可以相互的握手 如果想拍照的话 也可以搭着肩膀一起来拍照 现在爱多美正在制造 我的虚拟形象 因为现在还在制作 长相不是100%跟我一样的 但还是挺像的 我相信今后会变得一模一样 大家一起看看视频吧 一起看看 播放一下视频 4차 산업 사회 가상 현실 Virtual Reality Extended Reality 즉 XR 时代가 열립니다 大家好 我是表寒吉 我为了更近距离 与大家见面 来到了这里 我们为了使会员们更有效地宣传 爱多美产品 认认真真地做准备 大家能看到 我掌心上 我掌心上 我本来跳的爱多美金鱼马 我马上让他们 跑到大家的手上吧 优优优独播 游优独播 游优独播 清晰构划梦想 肯定能够实现 爱多美 为大家的思维事业而加油 那这就是我们即将迎来的一个世界 今后大家不必要去一一的进行说明 我会帮助大家在现场进行说明 如果那样的世界到来之后 我们要再去做准备 我们要再去做准备 那就太晚了 到时候这样的技术会普及得非常的快 如果从现在开始慢慢做准备的话 我们就可以成为引领者了 那么我相信大家对XR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了 那么我之前说过爱多美会为大家准备个人平台时代 爱多美的网站 购物网站 会变为属于大家自己的个人购物网站 那么网站的主页 就可以显示大家的照片在上面 然后大家通过自己的SNS 比如韩国的Kakaotalk等 告诉周围的人 我有了个人购物网站 然后将用户名和密码传给所有的朋友 朋友们刚开始会不相信 结果进入网站就会发现 主页有大家的个人的照片 也有个人经营视频 那么比如说可以看到与家人一起旅游的这些内容 而且也可以写出其他的内容 上传到网站上 可以通过视频说话 比如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的到来 我们的网站销售某某产品 你们觉得如何呢 这样的话 也可以用视频或者文章宣传销售的产品 大家也可以带来 比如想作为主打产品的爱多美产品 可以自己随便制作属于自己的购物网站 怎么样 这是不是名副其实的个人购物网站呢 当然是了 因为是属于自己的网站 这样去经营 大家可以上传个人活动内容 也可以分享积极的信息等等 这就是属于大家的个人平台 而这些所有的个人平台与其他的个人平台进行连接 那么现在是平台的时代 那么接下来就是后平台时代 拥有尖端技术 并站在全球最前沿的公司 这就是我们的爱多美公司 所以今后很多人为了做生意 第一个想到的会是我们的爱多美 我们会营造这样的一个世界 将所有的流通都通过爱多美来进行 这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的 现在如果我们都聚集在平台 所有的财富会聚集到拥有平台的人身上 在平台购物的所有的这些终端 那么就会变得越来越穷 最终会造成贫富差距拉大 但是爱多美会怎么样 爱多美产品在品质价格等方面 不亚于那些平台的产品 而且销售额的35%会分给大家 实现互利共赢的一种方式 爱多美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 最大的问题 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 通过爱多美可以解决分配不均衡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爱多美拥有充分的 时代的价值 今后爱多美将成为百年企业 也可以成为销售额一百万亿含元的一个企业 希望大家有信心 有把握 将信息传递给其他的人 我在下次的研讨会中 会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视频和内容 那么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迎来真正的虚拟现实的时代 能够让大家享受3D虚拟现实 扩展现实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